这是任何一个男人都抵抗不了诱惑的集装箱 一群寻宝人为了争夺这个集装箱 甚至喊出了四万美刀的高价 到底谁能赢得这个男人都梦寐以求的集装箱呢 主持人光头强告诉大家这是一个来自加州的大宝贝 助理老黑二话不说直接开择 先打开箱门让这群大聪明们渐渐失眠吧 这一看可把集装箱外的大聪明们都看上头了 我猜你一定打不出这个字 集装箱里是一个披着白色外套的大宝贝 从保险杠可以看出这是一辆肌肉车道器挑战者 再仔细一看 好家伙 挑战者后面好像还躲着个不得了的家伙 车尾独特的于其造型若隐若现的 这是个男人都抵抗不了吧 这下所有人都坐不住了 光头三兄弟都已经开始打电话找买家了 看来今天是势在必得了 到底最后谁能拍下这个集装箱呢 话不多说拍卖马上开始 大胖直接喊价5000美刀 霸气金姐也毫不相让直接加价2000美刀 两轮你追我赶之后 价格已经被喊到了11000美刀 竞争越发激烈 金姐坐不住了直接喊价20000美刀 这一下所有人都坐不住了 这该死的胜负欲押都押不住了 一番激烈的叫价后价格已经来到了3万多美刀 到底最后谁能拿下这个集装箱呢 经过一番battle 最终喊价停留在了霸气金姐的3800美刀上面 光头三兄弟忍无可忍了 我买家都找好了你搁着跟我杠了 三兄弟再次报价4万美刀 不得不说4万美刀买一个盲盒集装箱属实有点太贵了 整好了是一夜报复 整不好只能睡天桥底下了 霸气金姐面对这个价格也选择了放弃 但是大胖却跳出来当了把脚屎棍 最终这个集装箱被光头三兄弟以41500美刀拍下 光头三兄弟成功拿下这个集装箱后 还不忘给在场的大聪明们来一波极限嘲讽 随后就开始了紧张刺激的宴火时间了 光头直接掀开第一个大宝贝的白色外套 果然不出所料 这是一辆经典的盗器挑战者 光头激动的直接献上了自己的初吻 紧接着他们来到集装箱尾部 再一次掀开白色外套 好家伙 竟然是一辆凯迪拉克的经典款老爷车 三兄弟激动的纷纷对着老爷车献上自己的初吻 这是半年不开张 开张吃半年啊 这是一个未知的集装箱盲盒 光头三兄弟喊价41500美刀将它拍下 集装箱里是两辆经典的老爷车 为了验证这两辆车的价值 光头三兄弟再次拿起电话摇人 这次他们直接把专家给请到了现场 咱就是说专家就是不一样啊 我猜你一定打不出这个字 看一眼就认出这是一辆1968年的盗器挑战者 而第二辆则是1961年的凯迪拉克经典老爷车 专家先是查看了盗器挑战者的状况 橙色优秀 四轮驱动和引擎都保护良好 最重要的是竟然还能成功打火启动 现如今市场报价在15000美刀左右 随后专家看了下凯迪拉克老爷车的车况 没想到这一看直接把三兄弟的心给看凉了 看看这车内饰 可不就是如今最时尚的叙利亚战损风吗 专家再次打开引擎盖查看了一番 这发动机多半是废了 好在人家至少还是个原装的 目前市场价格在2万美刀左右 好家伙 4万美刀买的集装箱盲盒 开出了两辆经典老爷车 市场总价值在3万5美刀 这么一算下来可不就是净亏了6500美刀吗 果然盲盒有风险购买需谨慎啊